嗯 孟姑娘 有什么话 但讲无妨 你怎么带了那么多东西啊 这些都是聘礼 我们玉丁山庄 一项最注重礼界 既要提清的话 那三书六礼 自是不可缺少的 嗯 你之前 说的那个什么九元镜 能否借我看一下 嗯 嗯 哦 你勉强的话就算了 我就随可一提 不是 姑娘若是感兴趣的话 我今晚别差人聚取 明日积月节 我拿给姑娘 想要摆地摊的话 出门又转 你想要镜子 我差人去买 想要多少有多少 那又不是普通的镜子啊 难不成是因为 这张公子送的 才有特殊的意义啊 是啊 二位先了 在下 就先告辞了 孟姑娘 明日有时 我在宜兰码头等你 行 你给我过来 给我过来 送你的 轩哥 这是什么呀 季月节穿的呀 你该不会是 也想邀请我去季月节吧 是这样 季月节呢 人多眼杂 正好是季伯峰动手的好时机 你跟别人去呢 不安全 可是我已经答应别人来 取消 答应别人的事怎么能随便取消啊 你要是不取消的话 我就杀了他 你 可是 我们两个已经结拜了 那个季月节是情人一起去的 我们两个一起去 那算怎么回事啊 我们是事出有因 不算未被伦理道义 山哥 你还真是毫无底线啊 哦 对了 他说要在哪里等你来着 就是那个 我想下来了 宜兰码头东 那这样 有时三刻 我在宜兰码头西等 我还有事要忙 把衣服试一下 喂 你 这个小双子 又发什么神经病啊 没想到啊 你也要去季月节 我是为了要调出姬伯峰 昌申总是接近小葫芦 我怀疑这个人别有用心 哎呀 小葫芦这么可爱 吸引一些青年才俊是合情合理的 你有什么好吃醋的 正所谓长胸如腹 我作为兄长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洋入虎口 对了 对了 你找人查一下张身 我怀疑他有问题 我看最有问题的人是你吧 我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想保护小葫芦吧 好 月月 等我上了战场 立了军功 我就回来娶你 好 我等你 这衣服还留着呢 明明就是想跟我一起去 顾奶奶 你走路怎么不带声音啊 吓我一跳 说 是不是后悔了 想跟我一起去了 没有 后院柴后没了 我正找东西烧锅炉呢 死鸭子嘴硬 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跟你说一个正事 帮我查一个人 查到楼有赏 有赏 你那儿都有什么好东西啊 这什么啊 显身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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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你给我找了一只显身兽 这里不过要是知道了 他杀了我吧 不想了不想了 给他喝完汤之后 就得赶紧回陵渊了 乖乖 大不了把你带回陵渊 当做纪念品呗 乖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